字幕提供 健民健康福利權有相關的 仍然是變成這個 期待優先通過的法案 那送來這邊來講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 就是以嚴謙慧的做法 是表達立法院根本就不應該去審這個法案 那理由如下 第一個 我們等一下會做警院的動作 要求立法院不要審查跟 嚴害防治法第四條修正案相關的法案 理由是第一個 他是違法違憲的稅上加捐的徵收是不對的 所以我要求他不要停止審議 並且立法院應該儘快的訂出 嚴謙健康福利權停徵的落字條款 以符合國家的稅制 理由第一個就是他跟 憲法第十九條有關 憲法裡面有規定就是說 人民有繳稅的義務 但是沒有繳捐的義務 第二點 憲民健康福利權的徵收是根據 憲害防治法第四條 那並不是憲九稅法的重屬稅 憲九稅第二十二條也明定 它裡面是可以徵收 這個 依照憲害防治法的規定徵收 那個健康福利權 所以他是由 稅捐的器官去跟 這個在收憲九稅的時候一起待徵 那戴徵的時候 這個課題是煙品沒有錯 那課徵的主題是煙品的製造商或進口商 這也沒有錯 可是問題是 當這個製造商跟這個進口商把這個 所以說在煙品健康福利權在轉嫁給消費者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形成就是說 消費者被迫接受一個憲法所規定 它沒有義務要繳的捲 依據這個 憲害防治法第四條的規範 可以用在全民健康安全準備等等 等等 這些事情 還有什麼 撕裂煙瓶茶器 防治煙瓶 稅捐逃漏 煙農及相關產業 勞工輔導照顧等等這些東西 而這些東西都是 政府機關所應承辦的事項 它不能夠再 也就是說由國家稅收所通知 不要再另外立一個名目來專款專用 所以它每次在 比如說貴政福利部每次在講專款專用 然後一切符合法令的規章 但是卻忽略了 這些都是政府應辦事項 不能夠再去講說 我為了要做哪些事情 我特別要立一個這個 特別要再送一次這個捲 這是不對的 好我現在進入第二點就是說 我們要求就是說衛福部的部長 邱仁達立一個為食安問題負責職下台 他也跟剛才我們講的這個 社會福利的政策有很大的相關 依照這一次所送 行政院所送的這個 優先法案的審查裡面 衛福部所提 經由這個提高菸菌的收入 挹注的社會福利事項 例如三連三階段 補助人工生殖 子宮頸癌 以頻度來的篩檢 並不產前超一波檢查 以及要審議的長期照護服務法 以及醫療糾紛處理 以及醫療事故補償法等法案 就連國小學童的預防助牙 禁事防治 還有更離譜 像國主保育 檳榔 福島轉座等等 都要靠提高菸菌 來這個 依助財源 不然就沒有 這些社會福利就沒有辦法做 那是不是我們就用同樣的邏輯來問說 現在正在發生的這個收水油事件 是不是也要另外收一個 有品健康福利捐 我有一個有品健康福利捐之後 我才有辦法去防辦杜絕 這種收水油的事件 所以這個邏輯是不正確的 所以我們就從收水油事件 然後去看說它整個衛福部在社會福利政策上面 也是非常不負責任的 這種不負責任也求 從邏輯達從署長到部長 一路過來 一路不負責任到底 我們從2011年5月的書畫季風暴 2012年7月份的這個收油菌事件 2013年5月的毒澱粉事件 到2013年10月份大同甲油事件 以及現在正在進行中的收水油事件 邏輯達一路不負責任到底 也跟剛才所講的 在社會福利政策的規劃上面 也是這樣子一路不負責任到底 所以就在這個時候 不要再練戰權位 趕快直直下台 這個反對煙圈上場的公民行動方案 立法委員有義務 要跟全體的選民來解釋 我為什麼要支持 衛福部所提的 提高煙圈的這樣的一個方案 所以我這一個公民行動 非常的簡單 第一個參與這個實體 以及網路的這個連鎖 我們在網站上面也會把連鎖公布 打電話每一次 從這個會期 定期會開始 到2016年立法委員改選之前 每一次的定期會 都打電話給你選區的立委 表達你反對煙圈上場的意願 本會的長期的目標 是要背出煙瓶這樣 你其實要調整 所謂的煙害方式法 用煙瓶 比如說煙瓶使用辦法 煙草產品使用辦法 這比較中性的 不是 我在一個法案上面 我直接定義它 它是煙害 因為是煙害 所以你在抽煙惹 你在製造煙害 我就要圍堵你 要去制裁你 所以整個的思維就是 從防堵 圍堵 制裁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健康權 這些東西都是不對 但是我們承認 這叫做長期性的目標